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圓內接四邊形 這個ABCD ABCD 那點LM LM是這兩個三角形的內心 那H有個弧VC的終點 這一個是弧VC的終點 那LP LP垂直於AC 這個MQ垂直於VD 且LP LP跟QR QM 交於R 那現在要你證明說 這兩段一樣 LH 等於VH 還有這個三角形是等壓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也是等壓三角形 那怎麼證呢? 我們現在先來證明這兩段一樣 首先 這個是什麼呢? 是這個三角形的內心 所以它是什麼呢? 它是這個角平平線 它是這個角平平線 三個角平平線的交點 所以你連接呢 VL 這個是角平平線 這個角 這個角我叫做角1 好 角1跟角2會一樣 角1跟角2會一樣 因為它角平平線 就是角1 角1會等於角2 再往看看 看這個角 我現在要證明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我要證明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角我叫圈圈好了 角圈圈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這個叫角3好了 角3 加上多少呢? 加上這個角2 角2 好 但是問題是角3跟什麼呢? 這個叫角4好了 或是叫弧HC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角平平線 角3跟這個叫角4好了 角3跟角4一樣 這個 因為 角3 等於角4 角4 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HC 這個弧 這個弧的話 是讓就是這個角 這是角5 這是角5 等於這個 這個什麼? 應該是2分之1這個弧啦 為什麼? 因為通常這個弧指的是圓心角 但是這個是圓周角 所以是2分之1 的這個弧度 HC 那2分之1這個弧度呢? 就等於角5 角5 所以我就曉得呢 角3 角3呢 是等於角5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這個角的話 這個角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角3等於角5 角5 角5 這樣多少? 角2 等於角1 角1 那就等於這個角 這個角 這個角我叫做 三角形 等於角3 所以角O 角圈圈 等於角這個三角形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三角形 這個B H L 等於角5 我也等於角5 角5 所以我就得到 什麼呢? 得到這個B H 等於多少? BH 等於LH 這樣第一個就得證 再來我們看看 同理可證 同理啊 同理我可以證明什麼呢? 這邊 HC HC 同理我也可以證明 這是一個等到三角形 HC等於H 這個M 好 那但是HC 跟什麼? 跟那個BH一樣 又 這個什麼呢? 這個HC 等於BH 為什麼? 因為 這兩個腳一樣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內心嘛 所以這是腳優先 這兩個腳一樣 所以對應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HC是一樣的 因為什麼? 因為 甲5 這個叫 甲6 甲6 等於甲7 因為甲6 等於甲7 對了 它還是說 嗯 這個是已知啦 因為它說 連H 是什麼? H4VC VC這個虎的終點 這個是已知啦 不過它也給了很多已知啦 像它如果給這個 是那個內心的話 那這兩個 我們就曉得它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腳平線 腳平線的話 兩個腳一樣的話 對應的那個什麼 弧是一樣的 不過它已經 題目已經給你了 它說這個是終點 所以這是已知 好啊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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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 等於多少呢? 應該要這樣講 就是說 HM HM 等於這個 HC 那HC等於VH 等於VH VH呢 又等於LH 所以我就曉得 HM HM等於LH 等於LH 等於LH 好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兩個都一樣的話 所以什麼 所以這個 三角形 L M 好 剛剛已經證明這一點了 好 這一點的話呢 這是1 所以三角形 LM 圍什麼 圍這個 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3 好 然後再來呢 阿 所以呢 這兩個腳一樣 這個就不用 這個 我們 腳7 跟 腳6 就用在這裡 腳6等於腳7 所以呢 這個腳6 等於腳7 好 那 現在再來看 看這兩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好 因為這個是指腳 題目給的就是 這個的話 跟這個是垂直的 好 然後呢 這個也是一個指腳三角形 好 這兩個腳一樣 而且這兩個腳一樣 腳6 腳7 腳8 好了 腳8 跟什麼呢? 跟腳4一樣 這兩個腳一樣 好啊 所以呢 這兩個腳就一樣 這 腳9 腳10 好 因為這個三個腳加起來180 這三個腳加起來180 那這兩個是指腳一樣 這兩個腳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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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呢 這個 這個斧 跟這個斧是一樣的 所以呢 這兩個是對應到 同斧的圓周腳 所以這兩個腳是一樣的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曉得說 腳9跟腳10是一樣的 因為這三個腳加起來是180 這三個腳加起來180 所以我就曉得 腳9跟腳10一樣 好 就腳9 好 腳多等於腳10 啊 腳6等於腳7 所以這兩個腳就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180 這也是180 啊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9 9 9 這11 或者是我們直接寫 就說 腳P LM 就等於腳 Q M 這兩個腳就一樣 好 那這兩個腳要 所以 這個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 RL 等於RM 所以 這個三角形 就是等腰三角形 這樣的話 這個 HLM 剛剛說 喔 剛剛這個東西 我寫錯了 這個東西 應該是 證明了這個三角形 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什麼 這個是 嗯 LHM 應該是 H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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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LM 它是等腰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是等腰三角形 然後 現在呢 我們要證明了 這兩個腳是一樣的 所以 三角形呢 這個 LM R 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是 這個是 2 所以 這個 三角形 這是 L M R 為什麼 為這個 等腰三角形 那這樣就得正了 這樣就得正了 這樣就得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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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